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史上科技结合的上市公司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据统计截至12月18日2018年通过共有33家新经纪公司挑战上市 然而多达19家开盘首日便悲惨爆发 跌得你心都碎了 于社工一边上市一边流血的疯狂之举 在2018年中国互联网圈不断上跌 在纽交所上市的未来汽车 估值分比最高时下跌了近300亿美元 更是亏损超过109亿元 相当于每天亏损人民币1200万元 我们确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有力 然而在一级市场前方的背影下 纷纷借IPO过冬又视为一个独带有错 2018年的冬天真的太冷了 上半年还是分光无良的OFO小黄车 短短几个月就走到了身子边缘 至此 蒙古街CEO陈奇上市当天 稀释员工补权上的决绝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18年前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大佬们 在天醒的互联网泡沫吸带时 也刚刚完成了上市 那年新浪贡集资约6800万美元 网易囤了6000万美元 送付打了9000万美元 这笔钱最终往他们渡过了很多 并不发展至今 IPO能从低点开始的话 未必不是好事 而今 网易的股价较最低点时的0.5亿美元 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400多倍 今年腾讯市值较最高点跌落了万亿港元 阿里的股价也随着市场剧烈活动 马云的方法是在这个冬天处备基础不央 数据措施 阿里的研发支出已经连续三年 与中国上市企业之手 商业操作系统不断代升级 有专家认为 阿里的股价也往回升200% 在未来2到5年内 目标价将达到400度 18年前上市流血 随便多了网易搜独新浪 再过18年 毕竟2018年寒冬这群流血上市的独角兽们 又会怎样